金門九場交手臺灣啤酒 金九新加盟的洋將Brian Davis 在剛開賽就率先打出一波4比0的攻勢 不過上季得分王 臺皮的Patrick O'Brien 馬上來擊暴力灌籃反擊 灌到籃框都歪了 兩隊開局互相驚咬 第一節獨秒階段Brian Davis 勉強出手投進中距離之後 幫助球隊帶著兩分領先進入第二節 金九接著掌握籃板球 快攻轉換交由前場的李佳瑞 穩穩放進兩分 而且球隊不但進攻犀利 防守同樣積極 Brian Davis又要來搶鏡頭啦 他祭出一劑麻辣追魂鍋 硬是毀掉蔣運安的快攻 讓金九在第二節前半段持續保有優勢 不過臺皮卻有上季MVP劉貞挺身而出 45度角控擋接到傳球 三分出手 穩穩把握 接著同樣位置再來一次 不但幫助臺皮在第二節最後三分半 首度取得領先 接著還持續擴大差距 單節就進仗的四季三分蛋 同時蔣運安和林瑞坤也要加入戰局貢獻外線火力 臺皮三分淡如雨下單節好取32分 半場打完已經取得47比32的遙遙領先 金九在換場之後仍然無法阻止對手的攻勢 儘管選秀榜眼陳冠權進區穩扎穩打 處女秀角數12分8籃板的準雙時成績單 臺皮卻有新秀蔣運安12頭7中狂飆20分 還有外帶5籃板2助攻2超節 Brian Davis帶領金九苦苦追趕 攻下全場最高32分外帶11籃板 只是光靠一個人還是無法扭轉戰局 臺皮這邊不但Patrick O'Brien內切外頭豪取全隊最高23分 同時小飛仁劉貞連同5G三分球在內也攻下了22分 還有6助攻5超節5籃板的全方位表現 臺皮3人得分破20 團隊的三分球命中率更是高達了5成2 中場就以87比60輕取金九 收下開季二連勝